我不是脆的 我都是在泰安 数一数日的 一天能小一千多个 这是无比的 是我半天的量 大家好我是姚哥 今天来到了山东泰安的石横镇 听说这里有一个大哥做肘子非常棒 今天我们就过去一探究竟 肘子今天是多少 是一块屋 这都是生肘子 冷线的 现在一天咱做了多少煮的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 下午我为中国的做将近一千 咱这个桃桃色没有任何的天涯机 这个火口不好掌握 不好掌握 因为它笨人 一般一般的学不了它 这套做肘子的流畅在多长时间 两个多个是 两个多个是 这甲黄 这个多 梅 它得需要十个小时 十多个小时才做出来 对 这个是用什么油炸的 这个吹豆油 用的豆油 好 平常就是你们三个人在这干活吗 不是 找找多人的 今天没空没力自己做 一会儿一会儿都得了 晚上加班干 哦 晚上加班干 对 今天早上大炉子 没这八条事 现在开始出锅 看这都油上的咖喳 这都是精髓 上文大的油也是个技术 看一会儿 温到小米的肘子的味道吧 嗯 确实香啊 这一个肘子是几斤重 你温到剩的熟的 熟的 熟的 熟的不少日子 已经把梁做油 现在是卖多少钱一个 39块9 一个啊 但是论一个 没 这个 这个也分前轴后轴啊 这是后轴 这个是前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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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看大小吗 不是看大小 他摸着不一样 这个像屁股扇子 这个像小炖子 其实后轴肉多 骨碎多 你看这个里边都骨碎 哦 哦 嗯 现在咱平时一天卖多少个 快过节列 一天千八个 看大小炖子 看这小炖子 看这小炖子好吧 哎呦很漂亮啊 有食欲吗 闻的就香 很有食欲干 哎呦 看看 满屋子的肘子啊 咱做炖子吧 后几十年了 也都比较认可 前两天啊 一个大老板 一层要了五千个 给员工发福利 一层要了五千个 五千个 哎呦 那做的话得多好几天吧 哎三天吧 三天 哎 哎 在太阳这边的话 咱做这个肘子 还算是比较出名的啊 咱不能说出名 反正味道 大家都认可 哎 哦 比较认可 哎 比较认可 看看这放的肘子啊 哎呦 全都是 哎呦 这边 大哥这是放了多少肘子 这是五百多个半天的 五百多个啊 哎 哎呦 四十块钱一个的肘子啊 这个头还行吧 哎呀 这老板一直强调 软烂脱骨 我试一试这骨头能不能拿得出来 哎呦 看看 很轻松啊 就脱骨了 哎呦 尝一下里面的肉 我看到香菇开始流口水了 沾了蒜泥 嗯 嗯 肉非常非常软烂 特别香 哎呀 直接下手 吃一块肘子皮 嗯 嗯 这肘子在经过油炸之后 然后又乳了两个小时 闷了八个小时 外面这层皮啊 非常劲道 但是一点都不有蜜 嗯 特别香啊 嗯 嗯 哎呀 再搞一块肉 嗯 这个大哥非常实诚啊 嗯 从肘子的进甲 到卖甲 每天卖多少个啊 都跟我们透露了 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他那个 刚才看他那个那个卤肉的方法 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那种 嗯 卤肉的方法 他说干了三十多年了 也是老一辈子穿下来的手艺啊 哎 每天虽然能卖那么多 但是利润呢也是 就是 嗯 就这么几块钱 嗯 做的确实是好吃 我吃过很多大鞋上面的做的肘子 它有的那个肉啊 都嚼不烂 你像这个 肉丝是一咬就断 非常好嚼 都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 像这个大哥 每天光肘子就卖那么多 而且是在他们一个镇子上啊 每天这个销量 在全国的肘子界 应该算是天花板高估计 还要来看 我们下来看 太多小的帅子 是不是 嗯 真的是